嗨大家好,我是莉莎講 這一集我們講到了2024年土象星座的朋友的幸運 在未來這一年裡 土象星座的朋友都應該要轉變思路 因為未來這一年一切都呈現了萬象更新的趨勢 分析外部和自身的條件 尋找新機會和新路線 記得拋棄你們的幻想 不用把你希望寄託在他人身上 你想要的一切都能夠靠自己的努力爭取來獲得 首先我們來看到金牛座 在2024年木星和天王星正坐落在你們的命攻 有助於發展你們的優勢 整體運勢趨於穩定 凡事維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由於能量的激發 為了避免不穩定的情況發生 所以建議你們 經常保持自身的平靜 遠離衝突的發生 事件子總是會發光的 考驗越多成長愈快 而在事業運方面呢 上班族的朋友有機會展現自身的價值 創業的人則會遇到很好的時機點 擴展你們的新事業 做生意都能順利賺錢 雖然在未來這一年 冥王水平進駐了你的事業工 但只要能夠打破固有的信念 成長和轉型 提振適應和整合的能力 反而會在事業上開創一番新局面 財運的部分建議多吸收一些財經知識 著重理財還有收入方面的穩定 控制物欲 避免衝動購物 和買到非必要的物品 保持節制和理性消費 而在桃花運的部分 未來這一年的金牛座桃花運穩定 單身的金牛座朋友 可以遇到心儀的對象 建議可以把握上半年度 多參加一些大型的聚會 而有伴侶的金牛座朋友 記得要給另外一半充分的安全感 要注意在外與人相處的界限 以免有碾花惹草的嫌疑 未來這一年金牛座的朋友 應該要多注意 凡事講究天時地利和人和 有助於展現你們的優點 接著來看到處女座的朋友 處女座2024年的運勢 並不算順遂 建議各位可以多注重養生和調理 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若是本身有長年的疾病或是老毛病的 記得定期追蹤檢查 並且尋求適當的支持和幫助 在事業運方面要注意口舌之戰 凡事低調 千萬不要主動引起紛爭 否則容易對你不利 記得要用信任去化解誤會 如果是想要跳槽的朋友 未來這一年並不宜變動 假設有換工作的打算 一定要確定好你們的待遇和工作細節 衝動貿然離職的話恐怕後悔莫及 財運方面只要注意避免透支 錢要花在刀口上避免揮霍 千萬不要一時心軟借錢給別人 要留意對方可能會事後欠錢不還 討債困難 而在桃花運的部分相對低迷 單身的處理座朋友 難以認識心儀的對象 如果有遇到不錯的對象 請千萬一定要把握 而有伴侶的處理座朋友 未來你的伴侶是你這一年的依靠 有心事記得不要自己扛 要讓另外一半知道你的情緒 共同分擔問題 若是有穩定交往對象的處理座朋友 未來這一年有機會踏入婚姻 雖然明年的處理座或許呢 會覺得自己看不到什麼顯著的變化 但其實呢你們是一點一滴正在改變的 在這種時候更要特別注重你們的身心靈調養 等待你們的契機來臨 接下來我們看到摩羯座 2024年的摩羯座 預計是豐富又有意義的一年 因為坐落在你們命工多年的冥王心 終於要離開了 雖然如此但你們可能並不輕鬆 因為凡事必須很努力 你們才會看起來不費力 在工作事業院方面 摩羯座上半年度可能會稍微辛苦一點 艱難的任務可能會一件接著一件 容易因為忙碌忽略細節而導致出錯 做生意的摩羯座朋友呢 可能會感受到呢 自己的進帳縮水了 建議在職場上呢 一切還是求穩定為主 千萬不要貿然的改變或做決定 而再來財運的部分 能幹的摩羯座 將會有諸多的收入來源 但消費一定要精打細算 可能會因為家人或伴侶花大錢 也可能因為初心大意 或者是遭到偷竊而損失金錢 桃花運的部分就差了一些 單身的朋友呢 很難找到適合自己的對象 甚至還有可能受到爛桃花的糾纏 如果是失戀分手的話 還有可能會爆肥 有伴侶的摩羯座朋友 一定要注意和另外一伴的溝通 管好自己的慾望和行為 千萬記得別和朋友和家人過不去 學會斷捨離才有人生的新境遇 未來這一年摩羯座的朋友 將注重家庭和職業的平衡 在下半年度之後運氣會明顯的好轉 以上是圖像星座未來這一年的整體幸運 想要看2024年其他星座的整體幸運 請記得點擊影片下方連結喔